面上来了 压草面 我买你的 我这么多 这闻的都香 我觉得这个旅情回去要减肥了 减肥的事以后再说 我还有粽子 粽子 谢谢 我这什么 我帮你打开看看 这不是粽子 这筋可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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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好好吃 半餐好了 虾腰半餐都可以吃 这条花好嫩 半餐就三宝 西红柿蛋蛋花 我的 好好吃 你 你 你的面 我的马上 我的牛 好好吃 我以为就是很清淡 但是它很有那个火 火气 它是这种大火草的 然后还有一个国用的 它就是有这种感觉 好好吃 好美 我们来之前他们就有讲 超老板超有个性 就是你不能推他 你如果推他他也不做 他就很有个性了 我帮你去问一下 不能推 不能推 我一定做的会好一些 谢谢 你不能推他 不着急 我们平时都吃外卖 没吃过烫嘴的饭 我的 我来了 来了 我扎一碗 太扎蛋 牛汪 好夸张 好夸张 还可以吧味道 可以的好吃 吃吧 谢谢老板 谢谢 来老板 坐下跟我们聊一会吧 坐下 来 老板说我有个问题 我来之前 然后我们组里面的人 他在房领家去吃家面店 你千万得吹老板 老板你吹了 还能让你走 我脾气不好 真的假的 他进入车 我吹过一波 我就跟他说你走吧 出门走转 请自电 我刚刚过去的老板 以为我是去吹牛 然后我说老板 我只是想看看热乎乎的饭 是制作的过程 我说因为我们的工作的原因 很少吃到烫嘴的饭 对 因为都是外卖 外卖也不是说不好吃 只是真的是拿到手里的时候 就没有那种烫嘴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什么都 有烫嘴的感觉是很幸福 人家干一辈子了 也就为了这一口热乎乎的东西 工作这么辛苦 就为了吃那口饭 对 其他的都不是太重要 都不是问题 听说你常常不开工的 对 因为我赚了钱 我没得玩 那我赚钱干吗 我没用 我还得自己去玩 是 其实有时候他的生活习惯不一样 我是为了生活才工作的 我们就好像是为了工作而生活 对 对 他是不一样的概念 你要停了 差不多了 少揪揪 少揪揪 你不是说两天不吃饭吗 吃饭等于来讲太重要了 过分重要了 真的好吃 我这个在吃上特别也不是讲究 但是我就特别挑了一个人 我讲究但是很挑剔 因为很多人会做面 但是能把面做好吃了 这是很难的 我觉得我来节目之后就是 本来说要瘦二十几 然后 但是每天又吃得很好 但其实我真的是有觉得 我能瘦意 就丢 那什么时候发觉你自己有那个厨艺的天分 那也不是说发现厨艺了 我到二十九岁 二十九岁 然后 你二十九岁了 不是到二十九岁的时候 我是听你歌懂事的 懂事 对 我听你那首歌懂事起来的 或是翅膀的女孩 是 真的吗 对 你看 KTV唱歌基本上都是点这首歌 不用谢谢 真的很好听这首歌 老板今天我们占用了你的时间 但是我们也希望你把它当成一个休息人 认识了新的朋友 对 然后喜欢的歌手在眼前 他不是歌手 他只是女神而已 女神 女神